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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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压制她的自由思想 如果不认字不读书 迷信还是加速她毁灭的催化剂 最后没有人理解和同情她 即使柳妈同情她 可是她起来是副作用 即使我同情她 可是我无能为力 一个女人就这么毁掉了 读这个部分的时候 建议大家把所有关于祥林嫂的白描圈画出来 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如何点现在外表的 特别是眼睛 最后一段呼应文章开头 反正就是放鞭炮了 大家很开心了 有钱有权的互相祝福 反正没有人在意到祥林嫂的存在和不存在 喜庆的时间 喜庆的画面反射出来的却是无限的悲哀与愤怒 大家很熟的啦 整个小说读下来大家都知道她在抨击赤人的封建礼教制度 那么在读完以后 在社会主义阳光普照的今天 我们能有何启发 首先呢 各位千万别出现价值观的偏差 用这篇文章里面抨击的东西去害人 比如你特别讨厌你隔壁班的小花 你就想方设法把它变成祥林嫂 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的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 很多文中提到的行为都不再像原来一样 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 但是大家不能忽略的是 在我过某些比较落后的小山勾勾里 也是有祥林嫂一样的人物存在着的 总量大大的下降 鲁迅先生全校有之应该会很开心 但是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我们还需继续努力 扯远了扯远了 我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劝说所有看过我视频的孩子们 立志成为民主开放自由的好青年 以后当个好家长 慢慢的影响下一代 下下一代 下下下一代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努力的去反对和抵制封建礼教在现代社会的变种形态 举一个例子 诶 墨写弟子鬼三百遍啊 年轻人你好好地学一学二十四校 和老子好好读书 整天打球打游戏有个毛的出息啊 今年不找个对象 你他妈就别回来过年了 等我生二胎起步 生到儿子为止 鲁迅听到也许又要被气火了 拜拜